今夜不正经人生放轻松 但是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话题还真的是很难让人轻松 对不起先介绍一下嘉宾我们的老朋友 我觉得都不用介绍了 曹君宏 曹博士 我们的心理学博士 曹剑 我们的社会学家 当然这几个可能曹剑的任务要重一点 要谈谈这个社会学的方面的问题 就是亚裔的在美国受到的一些不公平对待 或者一些歧视或者甚至是仇恨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比较新的一个问题 我到美国以后我就感觉到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这个好像族裔和族裔之间的这个对立会会比较明显 加拿大它是把这个民族和解和多元文化作为它的国策 这是他比较聪明的一点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决定移民 因为他人口老龄化嘛 决定移民的时候 他就制定了一个国策 就是我这个国家一定要是多元文化的 一定要是促进这个族裔之间和解的 所以加拿大这个问题相对来清楚 就要要要轻一点 呃但是在美国的话 我在纽约也坐过地铁啊 也看到过一些人呃 不光是针对华裔 我觉得你比如说恶性犯罪的话 你你针对犹太人 针对黑人 针对穆斯林 提着冲锋枪就冲到人家教堂去 哒哒哒一梭子打死好多 好像这个哈哈好像还没有人到唐人街去杀人 呃但是我们作为华裔本身的话 我们是感觉到有这种这种呃压力啊 起码是呃 你说的比如说在某些街区 你都不去不太敢去碰到这些呃 这些看上去有点有点凶声恶煞的人 是吧对你讲讲你的经历 有些地方我想有一些很多民众啊 这个白天都不敢去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马哈顿上东城的这个哈林区 嗯哈林还有这个布鲁克林 这个东纽约East New York 嗯那这两个都是纽约是出了名的 嗯治安非常不好的这个社区 有很多华人呐就是说 白天晚上都不敢从哪走 嗯我我举举个例子啊 这个在这些地方呢 总是也是会有一些中餐馆的 嗯这些地方的中餐馆呢 他们那里面那个厨房和收银台 嗯跟外面接餐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厅里面呢 他是有非常厚的这个防弹玻璃 防弹玻璃 防弹玻璃非常非常厚的防弹玻璃 嗯嗯 把顾客和这个餐馆的这个员工老板 完全分割开了 他只有下面就像就像在银行一样 嗯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口子 你可以把餐点递出去哦 然后把钱收进来哦 当作弱者 嗯就是弱者 就是觉得你好欺负 也好欺负嘛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体力上 嗯 就是你 这人生方面 这个力量的对比是 这个完全是华人可能是不成对手的 他们不怕功夫吗 功夫 如果你也如果我相信如果大家会怕 如果他如果每一个华人或者亚裔 都有李小龙那成龙这样的真功夫 我想有几个案例下来 他们会怕的 嗯 可是在绝大部分的案例当当中 嗯 基本上华裔啊或者亚裔啊 主要还是主要还是受害人 嗯嗯嗯嗯 那你觉得他他们应该 就是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 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一方面 尽量避免去治安不好的地方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强身健体 让自己能够有一些反抗的 这个 自保的能力吧 嗯 对 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这这这上面你说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心理问题 第一就是说这帮欺负人的人 他们他们的心理是有问题的 第二就是我们作为可能一些华裔 被欺负的话 他们也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嗯 确实 那也就是说这个 实施 这种仇恨仇恨犯罪的人 实际上呢 他是有这样的 我的理解啊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个呢 就是他对某一个族裔 或者是某一个群体 不见得是族裔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宗教信仰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 性取向 对于这些群体 他首先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那么有了刻板的印象之后呢 他就容易形成一些 歧视的行为和语言 那么歧视的行为和语言到了下一步 但是语言攻击之外 就是这种暴力的袭击会发生的更多 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 是 朝鲜可能有更明确的一个数字 就这个数字增长的特别快 我知道以前的时候呢 面对的主要群 2017年以前面临的主要的群体 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那么再一个群体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性少数者 那么他们这个LGBTQ 整个的这个群体也是受攻击的 还有呢 就是有人有disability 有这些人会受到攻击比较多 再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的宗教信仰的人 会受到的攻击比较多 那么COVID之后的话 专门针对亚裔群体的这种暴力犯罪 就会增加了特别多 那么从这个实施暴力袭击的这些人来看呢 大多数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一个是比较相对比较年轻的人 再一个他们有一些人是很无知的 还有些人呢 是属于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还有呢 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属于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说你抢夺了我的资源 或者说你这个群体给我带来了危险 那么他们的这种无知的这种想法 从最初的一些刻板印象 最终造成的这种歧视 那么他就可以实施暴力 特别是在 比如说针对我们亚裔的话 女性 老年人 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弱势群体当中呢 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心理上其实受到这种攻击的 我们特别是女性的群体 他们做过Metroplus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在Covid之后的话呢 有接近50%的女性 纽约的女性 就是说我不敢自己一个人上街 纽约的华裔的女性 对 就是纽约的华裔的 就是亚裔整个的这个群体 我不敢自己一个人上街 我怕受到攻击 那么他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心理上明显的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trauma 受到攻击以后的这个 无论是语言攻击也好 还是行为攻击也好 各种这个暴力犯罪 那最典型的这个trauma 就是这种创伤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PTSD 这种应激性的创伤的这个 这个障碍出现的 比如说就会出现做噩梦啊 出血汗啊或者是头痛啊 或者是忽然之间就会特别的害怕 会非常的形象的重温 刚才就是过去 自己所受到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过后呢 还有可能就是直接的发生的 就是自我的 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 自我封闭 不愿意去接触其他的人 不愿意出门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种羞辱感 再有一个呢 就是十几岁的孩子 他没有更其他的更明确的认知 他会觉得说 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身份 对 是我的族裔 是我的身份带来的这些问题 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出现 比如说抑郁啊焦虑 甚至是自杀的倾向 所以说从心理上 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不只是这个受到攻击的人 是我们整个的族群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们听到周围的人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之后 我们其他的人也会发生这种 我们把它叫做secondary trauma 就说你的这个创伤 因为别人有这个创伤 你认同这个人是你的这个族裔的其中的一员 你自然的也会感到焦虑和害怕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总的这个影响 确实是心理的 不只是身体方面的影响 心理方面的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欺负人的人呢 他基本上也是社会社会的底层 对吧 他自己首先一般来讲是个loser 很多是有对他自己是个loser 然后他就人往往有这个心理 就是我越是弱者 我越要欺负比我更弱的 这是一个一个社会阶层一样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部分人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他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这个国家大家过得都挺好的 经济情况真正日上的时候 大家都有签证的时候 这种暴力犯罪也会变小 但是呢 尤其是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 大家有点绝望了 开始找这个替罪羊了 哪个哪个族群最弱 我就欺负谁 然后显示出我自己还有点 有这样一个理论 理论就是有些白人 在白人群里边最低 最底层最底层的那个loser 他就只能以他这个白人的身份 我这个族群在我们国家是是super的对吧 那我就我就我这个身份就显得特别牛了 然后用这个身份去压其他的族 那你说这种这种情况的话 你作为华裔来讲 你打又打不过你怎么办呢 作为我们这个华裔的群体 来面对这些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经常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那个实施犯罪的人实施暴力的人 实施歧视行为的人 没可能没有consequence 他们就说你没有任何的成本 你就可以你实施了犯罪之后 比如说你报到警察那去之后 警察没有立案 哎呀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我跟你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在这如果是这种事啊 美国起码纽约的警察是不怎么管的 完了你这事你要在加拿大那是个重罪 重的不得了的罪 就是一个仇恨犯罪 是个绝对要打击的 针对亚裔的这个仇恨犯罪啊 这个立案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按照这个立案的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加害人 这个嫌犯啊 他得有言语上 他有很明确的歧视亚裔的这个言语 那这个案子才会被列为仇恨犯罪 有些人可能他打亚裔的时候 他说我打的就是你们中国打的就是华人 把你们这个你们带来病毒啊什么之类的 这可能就比较明确 可是有一些嫌犯呢 他打人的时候他他选的对象都是亚裔 可是他嘴上并不见得讲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警方就不见得把他列为仇恨犯罪的案件来处理 对那比我比方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案例啊 就是说纽约市警察总局不是设立了一个专门 就是反对仇恨犯罪的这么一个小组 一开始这个指挥官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警官 那这个女这个女警官呢 他在接触一个这个韩国裔的女性 仇恨犯罪受害人的时候 他他就是说他不他就拒绝把这个案子列为仇恨犯罪 他还跟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招惹人家 如果你少说两句的话 人家可能就不会打你 对结果后来就是说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啊 那这指挥官后来被警方给撤掉 你觉得现在这个手机能不能帮我们忙 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挺有利的 有些就是我们的二代啊 他们年轻人脑子很灵活 碰到有些这个这个仇恨犯罪啊 有些这个歧视性言语啊 他直接把手机来说你接着说 接着说我刚才我给你全给你拍了 我刚才说我刚才说那个案例跟手机有关系 这个是市警总局的这个仇恨犯罪小组的这个 这个女指挥官就跟这个韩国裔的个女受害人说 你为什么要拿手机拍他 你不觉得你用手机拍他 你激怒了他吗 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动作 也许人家不会对人家不会打你 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所说 blame the victim 那么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 反倒会受到责备 就是我们不去责备那个加害者 那么作为受害者如果受到责备的话 可想而知有一些人就不选择不去报警 那么本身的话 如果警察不去真正的去处理这样的案件 再加上我们自身比如说有的人我可以理解就是有语言的障碍 可能不会去选择报警或者有的人有移民身份的一些顾虑选择不报警 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就是 孔孟之道经常会教给我们比较的 与人带人比较温和 对比较温和 那么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来讲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边 我们如果真的是继续选择喜事宁人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只能是更坏的 包括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影响 因为我们下一代要面对很多在学校里边受到的歧视 因为自己的身份 或者是还有这种霸凌 因为你自己的这个 你的个人的这种族裔的身份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说那么他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们就很难有自己的这种真正的站起来 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 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 或者更好的去保护自我 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到整个的族群的利益 是这样是 哎老曹我听你讲过就是 韩国人和我们长的是一样的对吧 外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你说韩国人好像有什么 能够有个个带枪还是怎么回事 韩国人面韩国人是他这个民族啊 他这个民风比较彪悍一些 对比方说在在纽约吧 有一些小的社区的商业圈 很多韩国的商家 他们是互相守望相助 互相愿意帮忙的 他不会像一些华裔 或者其他亚裔的那样 自炒门前雪 门前雪 自己如果没事别别人的事情我都不管 韩国人如果有一个同胞受害 他们会群起反抗 对拿着枪拿着棒子就出来 都一起跟这个加个人跟他们打 跟他们对抗 这样的话 我听说在某一次 我记不清是哪一次一个一个骚乱的一个情况 说韩国人自己弄 对把他那个街区 就垒了个堡垒起来 拿着枪在这保护自己 他们干得出来这种事情 那是在洛杉矶的时候 是对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发生了洛杉矶的事情 对是 他们有这种同仇敌忾的这种气魄 对 你见不建议华裔带枪 买枪带枪 这个这个很难讲 我想还是因人而异 对对对对 那就尽量不要去那些那些那些 糟糕的地方 对是 还有就是我我感觉就是 呃 我们需要选更多的华裔的议员 呃在政治上面你得发声 然后呢你让你尽量在你那个社区全国 全联邦范围的我就不敢奢望了 就是但是在在你那个社区里边引起警察的重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市议员那州议员呢 那肯定是亚裔的议员越多越好 对对 那以纽约市为例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不少了 就不一定亚裔议员 你得给那个议员打电话 对你你你议员的电话是要接的 他不能不接的 你拼命的给他打电话 你很多人给他打电话 你别管你英语好还是不好 不好的话他也有翻译 现在很多就是代表华人社区的这些议员 不管他是什么主义 他们通常都有亚裔的亚裔社区代表 都有都有都有translator 你去打电话不断的抱怨去去骚扰他 然后完了以后他才能给你 这肯定是有用的 对这至少会push他在立法方面 会为亚裔多做一些事情 对对哎 我跟你讲我说到这儿 我觉得我想批评批评批评 我们华裔的一个文化就是爱赌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爱赌呢 就是中国人买保险的都很少 就相对相相对比较少 他总是在赌我碰不到这事 对我碰不到这事我就没 我就不合必去惹这个麻烦 不会遭到意外 对对对你不能赌这个玩意 你得你得别人别的你的同胞 或者出了这种事以后 你得跟着一起去去去去 因为这事很可能会轮到你 不要去赌自己运气好 说是呃不会轮到我 但是这个一个族裔的利益的话 得我们大家去争取 你不断的就去给这个议员打电话 你说这事不对 这事我就觉得它是一个 就你刚才说那个案例 我就觉得它是个歧视 你得为我们就保护我们这个这个族裔 我们这个族裔给你交了多少钱 呃纳了多少税 对吧 你去竞选的时候 我给你哦 还有一个就是竞选的时候 你得给人家捐钱 我觉得好像 好像这个也是我们华裔中间 一个比较缺的一个文化 就是竞选竞选捐钱 没有没这事啊 不对竞选的时候 你要给那些捐钱 而且你如果有个当地一个商会 或者一个有个组织 比如说我知道那个中医的针灸 有什么协会捐钱 哎你们每每人就摊到每人头上 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不算多 但是你弄起来的话 几千块钱 你捐给一个议员 这议员会认你账的 然后他就会帮你说话的 这个也是争取我们个人呃 争取我们这个族裔的权益的一个 一个手段 确实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我们也确实可以向犹太人学习 对对对 那么犹太人以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几乎是遭到种族灭绝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极端的 种族仇恨的一种 那么最终的话 犹太人我们看现在在政界 商界整个的宣传领域 他们所占有了这个资源是很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 不只是你自己的这个族裔 能够更好的去发展 能够保护你自己 能够减少或者说避免 这样的一些种族仇恨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够把整个的这种 种族仇恨也好 或者启示的行为也好 能够把它宣传扩大 因为我们是受害者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不希望说 你只是守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你做好你自己 保护好你自己就好了 其实这个别人加害于你的时候 你在站起来帮助你自己 为你自己发声的时候 必须要有周围其他的人 不只是同情你 还要支持你 那么如果你只是说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 那么我们其实有可能就成为了 自己也成为了一个 歧视其他族裔的一个人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可能就会是孤立的 那么其他人可能不愿意站出来 帮助你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去 看待这个歧视的问题 不只是这个族裔的仇恨 我们去看待歧视的问题 包括显性的歧视 包括隐性的歧视 包括我们经常所说的 现在有一个词叫 micro-aggression 那么racial micro-aggression 就是说威歧视 那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 这样的例子 那如果我们能够从最基本的 这些去做起 能够不只是保护到我们自己 也能够扩大这个歧视 给其他的族裔带来的 这种不好的影响的话 那至少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歧视的这些做法是错的 那么我们应该是相互之间 至少是有一个更加平等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彼此有一个关爱 就是我华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叫老曹讲的叫什么 个人自少自少民兼学 就是不参加公益活动 比如说我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孩子上学你的pac 那这儿是不是叫pac 在美国是不是叫pac 是pta吗 我不知道就是家长协会 在加拿大叫pac 就是你要参加这些活动 参加你家长参加孩子在学校的活动 做出贡献 比如说帮着volunteer的去做一些义工 这样子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就特别有面子 就会这样 作为族裔来讲的话 就其他族裔出了事的话 我们也得去帮人家去站台 也得参加这些活动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就想到为什么犹太人现在特别团结 为什么韩国人现在特特别团结 人家都是历史上有教训的 犹太人以前是非常不团结的 看看着自己的自己的这个这个同胞被杀了 他管都不管的 受了那么大教训之后 哎现在犹太人特别团结 韩国人也是历史上一直是是当当这个二等公民的 就被人家欺负的啊 现在韩国人变得特别团结 所以以后我们我们现在其实挺牛的 我感觉 我我们现在就祖国崛起了吗 好像还挺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们还是要要要要学人家的这个东西 你也不但要团结 而且要积极 要积极 说实话我的理解就是说 我们去看待自己现在面对的 显性的这种歧视 特别是暴力犯罪的话 这一点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发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面 我们也可以报警 这个警察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那还有很多的是看起来是不是一个暴力的犯罪 但是它是一个很隐蔽的这种歧视 其实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我们知道 比如说这个这个隐形的歧视 比如说我们其实永远是亚裔群体 永远是被当做那个外来者 就好像你在这个国家实习一样 你一直在做probation 你一直实习期还没有满 别人见了你总要问 你没国家对 他经常会有人说 where are you from 如果你说 I'm from New York 那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对对对对 就会有人就会这样问你 即使是ABC在美国出生的话 也也经常会什么会被这样问 对你哪怕在这待了五代了吗 那么还有的人经常会告诉你说 你哪怕真的你是第二代也好 第几代也好 有人就会告诉你说 your English is your English is good for a Chinese person 对对对对 然后就说我们的这种所说的这种偏见 嗯 包括所有的这些prejudice 或者是stereotypes 这本身其实就会更进一步的引到这个启示上去 你说到这个我真的我又忍不住要批评美国人了 我跟你 我是一个外国人 我不好意思批评美国人 但是我我我说到这我正要批评美国人 就是你们这个政府啊 特别不强调这个族裔之间的 就是你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 你要不要他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呃现在比如说我们脑子里想到Canadian 想到加拿大的话 我们脑子里不会立刻蹦出一个白人的 就你我们在讲的American US American的话 你脑子里一定蹦出来一个白人 对吧 这个才是American 或者是一个黑人 黑黑人可能你不会蹦出亚裔的 但是在Canadian的话 这个东西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纠正 就是呃 不管是书上也好 是是图画上也好 是广告上也好 一定是有各个族裔不同的面孔来代表Canadian 所以你在谈到Canadian的时候 你不会认为他一定是个白人 当然有些传统的人 可能还会这样认为 但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没有人会觉得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看到一个人哎你的音乐真好啊 这种起码在我女儿那一代 没有人会说 就基本上在加拿大的这个大学里面 亚裔的比例也很高你知道吧 但是大家觉得加拿大大学就应该是这样 没有说谁过来问你 你是不是中国留学生啊 不会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美国 你看美国那个共和党的那个 那个代表 那个照片 民主党还好一点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共和党亲一色老白男 你这样搞下去 你这族裔怎么搞的好 对不起 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要批评两句 这个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而且啊我看过一个研究是 这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做的一个一个分析研究 这个研究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所有的白领的这个员工当中 工作人员当中 他们调查各个族裔的白领的工作人员 晋升为管理层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在所有的族裔当中亚裔是最低的 就是能够晋升到管理层的人员当中是比例是最低的 这个这个研究呢其实也包括非洲裔包括西班牙裔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被认为是那个model minority 我们通常被认为是high achiever 我们读了很好的学校 我们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到了你的工作当中 你其实是受歧视的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受歧视 这就是你说的隐性的 对这种隐性的歧视的话 你没有公开的骂你 吵你吐口水 告诉你说go back to china 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但是你在工作当中 你是能够最终发现这个数字不会撒谎 那么这个数字最后给你的这个结论就是 你实际上是被歧视 难道就是亚裔不会做管理吗 嗯那么难道你是我们同样的受过高等的教育 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做的很好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到提升呢 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现实 你说的这个东西 你真的没办法去怪某一个公司对吧 你某一个公司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 没有没有 但是你这个群体上来看的话 你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对 这个社会风气的话 就一定要你的你的政府 去引导这个社会社会 社会空气才行 就是你必须是呃 比如说加拿大 他就以有严格的这种这种政治正确 就是我政府官员 你这个省 你这个地区 人口比例是什么 我政府高官里面 就一定要有这个比例的 有多少华人 有多少华裔 有多少这个 呃印度裔 有多少这个白人 呃他必须是这样子 否则的话 人家会把你骂死的 他那个社会 呃空气就就建立起来以后 华裔在那边的受到的这种这种 所谓隐性歧视 就要就要小一点 前几天我刚看到一个研究 就是说亚裔的亚裔 还有亚裔的女性 他们面临的这种职业的天花板 当然类似的调查 其实有蛮多的 对 但最新的这个研究结果 就显示就是说 有一些在大公司里面 已经做到忠诚的这些亚裔和亚裔女性 他们在往更高阶进程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明显的这个 就是阻止天花板 玻璃天花板 这个这么样的一个障碍 非常非常明显 对 确实据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玻璃天花板 其实落实到我们亚裔 包括我们的华裔身上的话 就是一个竹子天花板 那么这个Bamboo Ceiling 那你以为你能上去 但是你就相对的没有机会 或者说没有人给你机会 所以说归根结底 我们在面对仇恨犯罪也好 其实仇恨犯罪本身也是一种 歧视的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那么我们其实从最根本上去处理的话 就是把对我们整个的亚裔 包括其他族裔 刚才我讲到说我们从根本上把这种 prejudice 把这种偏见来尽可能的减少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作为自己的族裔 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知道自己的族裔是要发展 但同时的话呢 其他的族裔肯定的有他们自己的 我们也会对其他的族裔产生那样的一些偏见 那么我们意识到这种偏见本身 他也是尽可能的减少 并且甚至是消除这种隐性歧视的一个 最初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对嗯 没错 我们现在把把白人也骂了 把把政府也骂了 把所有这个全都骂了 我们也骂骂自己啊 我觉得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华 华裔自己也也有一些问题 嗯 有什么问题呢 我我自己 我来我来我来有一个不团结 你前面讲的 比如说我还见到有些东西的话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嗯 华裔在在在给外人一个印象的时候 就是好像我们总是很 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啊 或者说不太在意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 呃 言行举止啊 这样就因为我的一个感觉啊 我真真实实的 这个话可能都有点政治不正确 我真真实实的一个感觉 我到了唐人街 我就是有一个很气魄的感觉 你有没有这感觉又脏又乱 你就不能把那个弄的好漂亮一点吗 你就不能把你的餐厅打扫的干净一点吗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让所有人进了这个Chinese餐厅的话 有某一些啊 不是说有些很餐厅餐厅 很啊 有一些你就感觉就是 四川人有个有个词叫苍蝇馆子 就是全是苍蝇飞的那个馆子 然后穿的衣服油腻腻的 走在路上勾了个头 衣服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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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面啊 华裔很多绝大多数华裔男 我我我我我提提一个提一个这个 不喷香水 OK 华裔好像没有喷香水的这个习惯 OK 但是你需要有一点你的elegant 尤其是年纪大的时候 你会你身上会有一些味道的 所以你需要有个遮掩 所以我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很多地方你需要去展示你自己的这种 dignity 就是你需要展示你自己的这个尊严 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时候 别人看着你就会畏惧你就会尊重你 如果像我这样穿的非常周转的 我走在那个大街上 我看到人 我看到那些小流氓 我就眼睛盯着他看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他敢打我 我就有这个自信 OK 所以你每个华裔你要有这样的自信的话 你会觉得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不敢保证 一定程度上你会提高你自己 在其他族裔里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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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概念 一个一个印象 还有一个就是其他族裔出事的时候 我们真的得出手 华裔里面我还想批评的一个就是歧视黑人 很多华裔歧视黑人 哎对不起 我们华裔的这个排华法案 19 五几年吧 才才才取消的 是黑人的民权运动给我们带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歧视黑人 OK 很多华裔就是动不动就歧视黑 你自己都是在这个歧视链的中间 OK 我们应该和就是被歧视的 或者在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这些族裔 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发声的话 这个就要就会好得多 有些华裔就是希望把自己给假扮成白人 我已经混到白人那个那个程度了 你混到那了很好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不应该为那些弱势群体去去发声 我我我感觉我今天好像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 这个亚裔这个亚裔啊就跟黑跟这个非洲裔的之间 这两个族裔之间的融合 其实现在有很多华人团体正在努力 对比方说就是疫情之后 曾经爆发的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 其实纽约有很多华人的团体 参加了非常多次的 而且也真正的从亚裔社区的主动来发起 这些声援的这些运动 这些游行 其实参与很多 甚至有一些活动是专门的华裔和这个非洲裔的团体 一起两个主义一起走上街头 这个确实是大家正在努力 刚刚才这个艾瑞说这个 这个华亚裔不修蝙蝠 这个是这个社区街道脏乱差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为什么说这个啊 我们都是这个东亚人的面孔对吧 一个日本人走走出来和一个中国人走出来 有的时候你就能看出去 日本人是 总是这样 有点一段过分的感觉 那个崩着崩着的对吧 这个这个中国人呢又也太那个 对 对这中国和日本的移民之间 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克服一下 因为华人的移民新移民里面有很多是 文化程度不算太高 他们依靠亲属移民 甚至有一些偷渡客 他们来移民 他们移民来美国 然后一代一代这样接着来 然后人口数量也很多 但日本人不一样 日本人不存在这一方面的移民 日本人好像都不移民 他们通常没见到有日本移民 你在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日本人 通常都是专业人士 他可能出于商业啊 经商或什么其他的 就他的他的他的教育层次是相对 对对对 跟大部分的华裔的移民的层次 他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对对 那刚才说这个 就是关于就是比如说纽约的这个 唐人街 他这个街道脏乱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正在解决 比如在在曼哈顿的曼哈顿的唐人街 有这个有华步改进区 华步商业改进区 BID 在法拉盛也有BID商业改进区 这都是就是华人社区的这些商家 他们从税收房 他每年会多交一点点税 然后集中起来之后 放到改商业改进区 BID的这么一个组织里面 这个组织呢 就专门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街道的清洁 另外一个就是商业方面的这个promotion 怎么样促进商业 帮这些商家促销办活动 什么让就是让更多的顾客 吉他主义的顾客 游客能够来到华人的社区里面来消费 对其实大家其实正在做 这个是个十大十的一个提高 对 后面牵头是谁 是议员吗 还是华裔议员吗 这都是纽约市政府和市议会 他们要通过法案市长签字了 这个商业改进区 这个组织才会成立 对对对 那他们的管理者 他们的管理者都是华人 嗯嗯对 就现在其实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这个是十大十的 对我相信这个形象 形象方面吧 应该会慢慢的会得到 会得到一些提升 我觉得我们的希望还在于下一代 嗯 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你先别说希望在下一代 你你这一代 你你能不能交 要从这一代做起 你能不能交那些华裔 呃就是呃有一些 不修蝙蝠的 能不能劝他们修蝙蝠 这个当然比如说你这个节目 我是开玩笑 你这个节目就可以 就是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个信息 让让我从我们自身做起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素养 嗯还是个人对于别人的态度 包括对于孩子的各种做法 这些都可以是非常好的一些势力 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提升 我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希望还在于下一代 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本身就要学会 除了自我保护之外 怎么样站起来给自己发声 怎么样去用平等的观念对待其他的人 那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做的更好 嗯那把这个别人对我们整个族裔的一个偏见 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 甚至是改进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嗯嗯 我我我是提供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的我的建议都非常具体 就是马上比如说就在我现在这个办公楼里 ok我的办公楼里有吸人有华语 ok 西人见了我眼睛是对视的 他会微笑的 华人见了我眼睛全是往下垂的 我非常不满意这一点 不交流不接触 不交流不接触 我每次会主动我他不看我我也看他 然后我会跟他说good morning 或者是大个招呼对吧 所以你走在路上眼睛不要垂着 不要不要显得你自己特别保守 特别猥琐那个样子 开放起来对大方眼睛大方一点 眼睛就看着别人的行人 ok如果他跟你目光接触的话 你给他一个微笑 ok你这样做我的东西都特别具体 这样做的人多了 你这个民族就会给人一个阳光的积极的 有进攻性的 甚至是有你看着他的眼睛对他微笑 这当然是个很友好的表示 但是他心里的那个层面是有进攻性的 就是我是我是主动发出的这样一个邀请 主动发出的一个友好的邀请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在很多这个华人聚集区里面 我看到的有有很阳光的 尤其是我们的二代 你真的说对 我们的二代真的是很呃 又高又大 然后这个这个呃 确实是很很很积极的 但是我们的一代 因为这个就这方面有有所欠缺 走路不要眼睛看着地 走路看着对方看着行人 友好的打招呼 对这个会建立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一个形象的 对要用眼神去交流 对对不管我是不是静静视眼无所谓 反正我是比较积极的去去去融入 这个社会的行动上面 积极的去参与很多行为 呃走路的姿态上面 对自己的服侍的要求 对自己的整洁度的要求 这些东西呃细节上都要做好 然后就是呃验伸呃 跟人的这种交流的积极性 你不要去怕什么呃 语言不好的的听不懂无所谓的 我跟你我我见过很多这样例子 有些老头老太太 英语根本就不会说 跟人家讲的高高兴兴的 交很多朋友 真的交很多朋友 所以语言不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像也本地人的话 他可能就知道你的语言不好 所以他也不会特别苛求你 你能够讲的 他大大概大了齐 能够把意思弄明白也可以 对这个是我的比较比较具体的意见 对刚才那个曹博士也讲了 他的专业意见 现在你的歪门鞋道的意见 哇哈哈 我是觉得这个华人 就是敌视甚至甚至仇恨 怎么怎么说 那比方说有一些有一些主义 他会觉得 这个我们亚裔啊 读书也学历都很高 都读大学 甚至亚裔生博士 然后就业律师医生啊 什么这些银行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子弟 都在处置这些比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行业 对不对 这个 那可能有一些主义会觉得 我们抢了人家 他犯了 那是他嫉妒 那跟我们没关 我继续保持这个 这个绝对是好好品质 不是没有人说这个不应该保持 对不对 这是他们 当然是这 我只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有一些仇恨是出于我们比他们强 所以才遭到仇恨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这个因素吧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可能是 就是呃我们刚才没有聊到的 就是明星效应 我们得有更多的 这亚裔的明星 李小龙那个时候呃特牛的时候 在美国流行那个李小龙的那个布鞋 对吧 然后功夫这个词就是他打响的 这个是可以讲我们我们的一个招牌 呃姚明打篮球打的牛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也挺挺挺正脸的 呃 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大盘的明星出来 比如说吴彦祖 哈哈哈 我们刚才提到了吴彦祖 我就是反对这个仇恨 亚裔 他在这个运动里面 其实起的作用非常大 对对 成龙成龙现在是我们的一块牌子 对 对我觉得这些人能够做的 很好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利用自己的这个名声和明星效应 来不断的扩大和宣传 我们比如说我们碰受到了攻击 受到了仇恨攻击的时候 来怎么样来站起来 来为所有的人发声 来召集所有的人 去非常用一个非常团结的姿态 去面对这些 而不是忍着 而不是哑口无言 我们就这样过去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些做法 包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个行业的人 这一次包括上一次发生在亚特兰大的 这个袭击事件之后 很多的人都站出来 如果你能够在social media 你能够在你的社交媒体发声 那么让我们其他的人都能听得到 我们的声音 让其他人也都知道说 我们站的角度是为了平权 是为了每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平等的权利 去能够自由的生活 在一个所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国梦里边 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 那同样的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 自己为自己发声 你不需要去等懂英文 对你甚至是不需要 你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发声的时候 你不需要必须要用英文来去发表 你贴的一个video clip 就可以是去做到的 那你能够给刚才提到Eric说 你给议员打的电话也好 你作为你自己本专业的 刚才曹剑提到 你有各种各样的专业 你是律师 你可以运用你的这个专业知识 我自己是咨询 心理咨询师 我可以运用我的专业知识 去帮助到不同的人 这种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本身也能够 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那个就是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给议员打电话 你要是实在是觉得口语不行的话 你email也可以对吧 他们都有网站都可以 中文也可以 你不断的去骚扰他 议员你选出来 他花你的税钱你就是要为你说话的 你在那你不发声的话 你真的是 人家就把你给忽略了 对事后的这些努力啊 啊来露面发言非常重要 但我想就是告诉朋友们就是说 在这个仇恨亚裔案件发生的时候 正当时的时候 大家站出来 就更加重要 当你看到亚裔 不管他是华人也好 韩国裔也好 日本裔也好 当这个案在案在自己身边 发生这件案子的时候 大家就要勇敢的站出来 对不对 对你自己 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同一副面孔嘛 其实其实这些加害人 他们并不知道 他对他也不知道 他打的人 他到底是哪一国的哪一国的这个移民 其实他并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就都 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 站起来的话 我想那对这个犯罪分子 也是会起到一个非常 强大的这个威慑的作用 对对 那放到这个青少年时期 你在学校里面 这个我们的子弟在学校里面 如果有一个华人的孩子被欺负 那我觉得 其他的亚裔孩子 你只要看到了 大家就应该一起站起来 嗯嗯没错 他们敢欺负一个人 我们就一起 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跟对方去对抗 对对对 这样时间就是按这个案子越来越多的话 嗯我想慢慢的华人就敢于反抗的 对对你得这个这个形象就会就会提升了 自己站出来去争取你自己的权利 嗯 华裔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参政啊 总是习惯于被人家管理啊 上面有个伟大领导啊 总是习惯于被人家管理 在美国不是美国是一个自治社会 就是你必须自己为自己去争取权利 对 参政绝对参政议政就感觉自己呃 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很多事情你需要自己去处理 然后给议员写信给骚扰你的议员不断的去呃 当然人家人家这个这个 竞选的时候给人捐钱啊 不断的就到人家那个演讲的场合 去给人家入室啊 这样的话 你要让这个社会看到你的存在 你的声音 这样子的话 你再你才能建立一个 比较对你友好的一个社会氛围 这个很重要啊 当然你出了事以后要积极的 大家都都一起去这个呃 去争取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时间 让大家听到这个亚裔的声音 然后呃 在电视上的曝光率就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 如果遭受仇恨亚裔犯罪的时候 一定要报警 不管是当时报警还是事后报警 反正总之一定要报警 因为根据这个统计啊 这个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以纽约市为例 这个仇恨亚裔犯罪的这个比例啊 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七十多 嗯嗯 那等于将近四倍啊 我最近倒是看到几个 哎怎么讲我也是政治政治不正确的话 就我看了挺大块人性的事 就是有有几个亚裔的家庭呃被外人侵入了 直接拿枪赶掉 自我保护 这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对我们不敢说提倡这种行为 不提倡不提倡 但是至少是正当防卫是 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是绝对正当防卫 是枪歹徒在家门口就要就要抢他嗯 就他拿枪就打死了其中一个 打上另外一个 然后好像跑掉一个 我忘记两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 反正是 就是至少这种反抗的行为吧 是是非常应用的 在美国这个社会 我们需要变得彪悍啊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啊 包括是有枪还是没枪 都要变得彪悍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儿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 观众朋友不要碰到这样的事儿 但是呢即使你没有碰到 你还是应该想到有可能会碰到 然后呢做一些积极的防御做防御的办法 包括避免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然后呃做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积极的参政啊 锻炼身体啊 呃勇于保护自己啊 积极的参加一些反这种歧视的运动啊 呃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信息 好感谢两位曹老师啊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一次再见